立法院的军人年改案 在昨天深夜三读通过 而俗称楼地板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额 确定是38,990元 总统蔡英文透过脸书 感谢国会跟行政团队 一起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经过十二小时不断电审查 军改案在深夜十一点二十分 三读通过 明镜军人年金楼地板 三万八千九百九十元 服役满二十年退休凤 起支封率百分之五十五 美多服役一年加百分之二 军官的上限百分之九十 事官百分之九十五 修正案增列已属领取资格限制 已属配偶必须年满五十五岁 结婚十年以上 才能请领月退凤二分之一 十八%优存退场机制 凡月退凤高于新智者 差额将分十年平均调降 一次退者六年内降到百分之六 法定提拨率从现行的百分之十二 逐年调高到百分之十八 至于施行日期 民进党团本想在七月一号 不过考量需要时间准备配套 朝野协商结果 让行政院做决定 准备好了就上路 三读通过前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 批评政府亏欠军公教 并制造出更多社会对立 拒绝为修法背书 欺负现役 欺骗现役 欺骗现役 错误连改 动摇国本 军人年金改革三读通过 八百壮士执行长三十号将成立协会提示线 并会动员所有力量 遍地开花的监督政府不当施政 蔡英文深夜透过脸书表示 继去年的公教年金改革后 新的军人年金制度也将上路 避免在2020年面临破产 确保军人的退休安全 他感谢国会和行政团队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记者综合报道